您好 欢迎收看4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110年4月2号上午9点28分 台铁408次泰鲁阁号列车在清水隧道前撞击滑落边坡的工程车之后出轨 造成49个人罹难 213个人轻重伤 而这起事故在今天满两周年了 罹难者家属在台铁人员协同之下冲回现场带着鲜花悼念追思 4月2号上午9点22分 树林开往台东的408次自强号列车 行经事故地点鸣笛追思 但唤起更多的是家属的伤痛 台鲁阁事故两周年重回伤心地 家属痛哭失声 紧紧拥抱 给予安慰 更多的也希望带来力量 陪伴在他们身边 也能够让他们更有力量 继续的为台铁安全改革去做努力 我们未来还是会规划这里 必须要有一个我们可以悼念的地方 对 那这个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毕竟这么多条人命它还是五年 最高是五年的骑行嘛 那说真的任谁都觉得是不公平的 拟难着家属手捧白色截梗 还有思念瓶放置在护栏上 2021年4月2号 泰鲁阁408次列车 高速撞上滑落边坡的工程车 严重死伤是家属心中永远的痛 事隔两年心情依旧难言哀伤 希望台铁安全改革继续 继续教训 类似事故不要再发生 记者 纵族报道